你知道有一次 這個可能沒有人知道 余天你知道嗎 余天大哥 余天當時歌王很紅 那他就我們家藍寶石 他演包青天 他演包宮 那他從中間有一幕 他那個叫落帽風 就是帽子要被吹掉 然後他才奇怪 怎麼會有落帽風 然後才會去查案 對 中間豬哥亮就演的就不懂了 賣菜藝 我跟鳥准 他又是王朝 燈光一雷電一打 然後燈光 然後二大木關起來 那豬哥亮就要把帽子 要把它拿掉 我拿掉 就會看到一個綁的那個圈圈 余天喔 余天當時因為打那個 打那個 被抓去關了才剛剛出來 抵光頭 喔 聽說就好 余天就 我就很生氣了 對 我大 就罵進來 罵進來了以後 余天就開始就想招數了 因為他是包青天 他要打那個白菜魚 你要招嘛 結果他要報仇 你知道嗎 就叫那個美工的 叫美工的 然後在他那個 我跟廖俊要打 他打豬哥亮屁股 對 他那個打板是這樣 那個翔板 對 翔板是不是兩層這樣 不是很有聲 他把他釘釘子在那裡 釘湯過 當然那個釘子不是很長 那類似像圖丁這樣就對了 對 證人家說 好 你把你們白創鞅頭 給觀眾看 那個觀眾已經笑到 怪瘋掉了 真的 你一天割完光頭在那裡 那還能看 他自己都莫名其妙 怎麼會這樣 結果他報仇 結果我跟廖俊斑 那個豬哥這樣 啪 踹下去了 踹下去了 我撞下去 腳都撞下去了 哎呦 XX都黏住了 就是釘進去了 那還黏住了 那個觀眾嚇壞 現場也嚇壞 雨天也有一點 這 非常震驚 怎麼會黏住呢 只要讓他痛 結果豬哥亮就爬起來了 你們白看那個頂頂 我也知道你要創新 他把骨子一拖 後面放一個板子在那裡 撞到就對了 那個觀眾笑到已經快瘋掉 就光那個可以 可以鬧半個鐘頭 跌對跌 台上是這樣鬧出來的 他就直接在台上可以這樣講 你知道什麼奇怪 他不是穿古裝嗎 他就拖下來給你看 現場的筋那個效果 就盯到板子 大家都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以後 本來沒有這一段劇集 對 以後就每一場都是拿板子掉 他以為這個原本是台下的 結果大家以為設置原本好奇 可是台下的 他也是台上啦 是撞擊出來的 大家鬧好玩嘛 對